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神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之前我有聊过老朽 然后我今天要跟各位讲就是 直接用两个字叫做废物 废物这两个字 我想我不知道别家会怎么样 先父在我们家家教里面 他如果发怒到鼎盛的时候 最高等级的愤怒的时候 对子女最高等级的愤怒的时候 他会直接讲这句话 废物 他这个 他还带了湖南枪的废物 废物 如果是他这样子 他就是轻轻暴涨的发怒的时候 我们家有一个人 以前常常被他骂 这样子骂 因为那个人他喜欢睡觉 四岁 从年轻一直四岁到他去世 那我就感觉到 我最近有特别感觉 因为我今天62岁 我说过这个地方是一个 海军的一个眷村的一个遗址 激进废墟的遗址 那原来他是一个非常鼎盛 而且是一个完全机能 完全充足的一个非常好居住的地方 被军方硬是要把它弄成废墟 我实在也不懂 那是题外话 我觉得这就是所谓我要讲废物 这种执政者 这种定出这种游戏规则的人 都是废物 那人到了年龄 我们常常讲说敬老尊贤 所以我从来我只尊贤我不敬老 年纪大的人可能是老贼 可能是废物 他对什么叫废物呢 我们常常在读以前读书的时候 这是兔子百家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说墨子他是一个奸爱 他讲的奸爱非公 什么一大堆的 结账结用 非公非悦 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人 一讲到墨子的时候 就要笑他的奸爱 说奸爱就是你不爱 你的那个爱人同志一大堆 不是这个意思 奸爱是他原始的名字叫奸相爱 奸相爱就是要互相之间 我爱你你也要爱我 那另外还有一个人 一讲到墨子就会讲说 他只是圣人 他一切为人毫不畏己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还有人会把墨子跟那个羊猪 非羊即墨 不是羊猪就是墨子 墨迪 所以那个羊猪又是什么 羊猪他讲拔一毛而立天下 拔一毛以立天下而不为 意思就是说只有我可以 这个简单上一切利益我独吞 我不会跟人家分享 其实原意也不是这个东西 就是今天我们讲废物 我们就会从这来衍生 刚讲的那个墨子 其实我们讲说奸爱他是奸相爱 另外还有一句叫做交相利 交相利 就是我给你 我施惠于你 你也要施惠于我 我们要互利共生 而不是你寄生在我这边 或者是我只有施 施无畏 我只有拼命的施 而不求回报 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不求回报的话 受的那个人就是废物 就是废物 什么叫废物 这个人讲说废物好像很功利 很功利主义 不是是因为你有所付出 所以你必须有所 你理所当然的有所有所获得 这是一个非常平衡 这才能够平衡 施与受的这个这个关系 那刚刚讲的说那个羊猪 羊猪他是 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那我们常常讲说 那你这样子不是太功利了吗 完全不是 这个情绪这样说 我们现在聊天好了 有人来跟我聊天 我如果三句话中间 就是不对盘的话 那就立刻就就就就就走人了 我不管是尿盾死盾 还是还是土盾 还是水盾 用各种各种名义 马上就离开现场 消失无中 因为我不想跟人家浪费任何时间 这个东西是功利吗 完全不是 因为我们一天只有24个小时 我们哪有那些时间跟你去鬼号 这些东西吗 大家聚谈 无根 然后这个 如果是上班时间 有的人讲说 我上班再混八个小时 时间到了 铃声一打我们下班 各自走人 一秒钟都不要相聚 因为没有互相 没有任何的交相利 你不能利我 我也不能利你 那我们这个聚集在一起 只是一个空集合 就是他的虚伪的吸引故事 那我们需要这样过日子吗 当然不是 我们当然需要说 能够结交一个好的朋友 良师益友 随时可以争议 我们所不能 如果不能争议 我们所不能 我们要一直这样子付出的话 我们的功力就会逐渐衰弹 我们的能量会逐渐衰弹 这个情绪像说我输血 我不能无限制 一直输血 我必须一次输500cc之后 我就停止 要隔一段时间之后 让我的血又充分 如何去养血呢 就是我们要input 要有营养 要有时间 让我们体内去造血 耕读堂不就这样讲吗 终身学习 我们要不断的输出output 耕嘛 然后输入嘛 input 你要输出之后 你像比如说你输血给别人 急救了人家的那个急难 然后呢 你必须要继续要 要input 要进入能量 到体内 你才能转化成血液 你才有足够的能量 足够的精力 恢复成你原始的状况 甚至于比原始更好 如果你跟的话 你继续锻炼 从始终磨炼的话 你还会越来越用越粗 精力跟脑力跟体力都是越用越粗的 那我常常会发现到 因过足缘逢生化 很多人跟我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我真是如坐针毡 不管是吃饭 干什么 我都习惯于一个人 一个人在那吃饭 不是因为我要遵守时钟不语 在吃饭的时候 佛家说的 吃饭的时候 五官堂里面吃饭的时候 不要讲话 不管是吞咽食物或煮嚼食物 不要跟任何人讲话 要专心一意的吃饭 要把饭里面淀粉的那个甜味 都要吃出来 那这个是佛家 但是我的意思 我的原意不是这个 我的原意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今天坐在这边吃饭的时候 可以很happy的 可以跟语经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的话 那当然我很乐意了 因为他争议我所不能嘛 我原来不知道 经过对方一指点以后 我又懂了一些新东西了 又有 每天都有 那个新知识 进入天天向上 但是如果你跟那个人讲话之后 你觉得非常乏味 而且非常枯燥的时候 那个对方就是什么 就是废物 我直接跟各位讲 那就是废物 那废物他并不自知 他是废物 而且你的废物 别人可以废物利用 那是他的事情 他的妙手回春 他的转化 他的能力 那是或者是他可以跟另外一堆人同生相弃 那也是他的事情 那个忍者龟那些都是在地下水沟里面在生存的 那是他们是另外 另外一 他的师父史林特是一只老鼠 那这些东西都是 那是另外一个族群跟你不同族群 你要立刻就要很明白的把它区分开来 那怎么区分开来呢 很简单嘛 以我来讲 我这边常常在这边 这边这个不断的不断的附送 就是这样嘛 比如说像这些啊 那这些活动啊 不管是音乐美术戏剧文学乃至于体育乃至于武术 飞行 飞行伞 风浪板 帆船 骑马 射箭 这些都是我谈过的内容嘛 演奏乐器 然后戏曲 然后甚至于布袋戏 长中戏这些 那另外还有一些甚至武术啊 武术我也谈过 专辑也谈过这些东西啊 这些都是我的生活经验嘛 你今天如果说跟一个所谓的一个良师益友的话 他就是要有你所没有的经验 如果跟你一样的话 那你那你就时钟不语了 你也就跟他就是 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就OK了 虚应故事的聊聊天啊 或者招呼一下 礼貌性招呼一下 不会深入也不会跟他聚谈 也更不会跟他脑力激荡 因为他没有脑 没有脑子激荡什么的 这浪费时间 那些都叫废物 因为我最近碰到废物很多 而且他们都还不自知 他们都觉得说他自己大学毕业了 然后又怎么样 在社会上混了一半辈子 其实我发现到很多人是从大学毕业22岁开始 他就不再学习了 就开始往下坠了 这些现象不是只有我发现 很多人都发现 我看到很多人书里面都这样写的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他体能 没有在 很多女生哈 从开始穿了高跟鞋之后 连跑步都不会 这个现象 我以前在20多岁的时候 我看到我突然吓一大跳 我说奇怪 我们公司厂庆的时候 办一个运动会 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运动服 居然很多人运动服 穿起来的时候 整个松垮 因为没有肌肉 手如挂丝 另外一个就是 运动鞋穿上之后 居然连一个简单的跑步 集体的跑步一下都不行 因为他们高跟鞋穿久了之后 他连穿那个平底鞋 他都觉得很奇怪 凡此种种都是能力的退化 而他不自知 因为他一直自我感觉良好 他每天可能追求的只是名牌 Prada 什么玩意儿这些东西 什么名牌包包 名牌鞋子 名牌衣服什么这些东西 完全都是一些虚浮的东西 他对他内在完全没有建设 没有任何新的发展 这些人其实在我眼睛里面都是废物 那我们再来看物质上的废物 仙父在二十年前去世 因为他是我们的我的恩人 所以恩仲如山 所以他所有的那些重要的衣服 像他的那个军服 我们留下来了 他那些勋奖章留下来了 他在日本做的那套西装 从我 从我有记忆开始 他就穿那些西装 有缝缝 改改改改 因为他身材有变化 从他那个时候 他大概是三十出头吧 还是二十 将近三十岁的时候去日本 做了那套西装之后 一直到他去世 七十多岁 去世的时候 那套西装 一直都是他在穿 他去世之后 我们还保留的 那些西装 我连套都套不上去 因为他小小小小小 觉得他很快 但是 我的身材发展之后 比他快多了 比他也比他厚 那时候小小小小 一直觉得他是胸部很厚 很重的一个 一个大汉 一个男子汉 这些东西我们都留下了 先用在去年去世的时候 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 整理出来七套西装 上架都是完整的 七套西装 他的身材算一般的 但是我们就拿出来之后 希望说 认识的人说 谁要 送给谁 七套西装都算新的 没有一个人要 没有一个人要 最后只有迫不得已 因为要拿去当那个 就医回收 没有人要 后来我们把那七套西装 全部火化掉 那我前几年 前几年有人找我 去做那个 证婚人 他说 我说我的西装 都小了 我现在要穿 穿不上去 要拿去改的话 就浪费 就这么一天嘛 那个人想说 这个很重要 你去做一套西装 然后那个我花钱 我说不要了 就这么一天我就把西装套上去吧 就像人被绑覆沙场一样 绑的这样 绑的紧紧的嘛 虽然不舒服 但是一下就好了 扣子也不要扣嘛 结果后来因为很多事情很忙 所以对方就没有继续跟踪 那也就让我逃过一劫 我没有做 我没有做 我看到去年处理先兄遗物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庆幸 因为我自己衣柜里面有五套西装 是从我二十多岁开始做的 一套一套做 都是我喜欢的四样跟颜色 结果现在没有一套我穿得上去 勉强套上去而已 因为我的肩宽 胸围 腹围 全部都变了 已经不再适合那些衣服 如果我要再做的话 我将来身材还会不再变 不知道 而且我基本上我现在各种场合 我就只穿我的T恤 就是这个 飞行汤 跟住汤 我只穿这个 我的品牌 我不会再穿任何衣服 任何其他名牌 我都不会穿 那更不会穿西装 因为台湾非常热 很少有机会穿西装 再来我的身材 是属于肌肉型的 我穿的西装会显得我又矮又粗壮 又粗又矮 显不出来这个身材的健美 健美是我自己说的 那这些衣服对我来讲 当然我是崇尚墨纸那一套 结用 但是我这个也是崇尚那个抱脯纸 抱脯纸就是也是结用 那我不是因为真正的为了结用 而是我认为它是不是适合 是不是有用 如果没有用 我们要做它干什么 把它放到那个衣柜里面干什么 将来我们要搬家 我们要干什么 要移动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是累赘 都是累赘 真正的万般将不去 唯有业随身 这些业包括什么 包括你的学业 包括你的事业 包括你的工业 包括你的所有的能力 业就是一个作为 用那个汉语翻译以后 应该叫业就等于是作为 你这一辈子的作为 只有这个会寄存在你的阿赖耶 是往生到下一辈子 或者是下下辈子等等 那这些东西我才相信是 那那些衣服怎么都带不走 万般将不去 没有东西可以带走 唯有业随身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就是应该要强调 像比如说更入堂 终身学习 keep working keep running keep learning keep 这三个keep 不是 这个三个keep 就是要大家不断的去切磋自己 排除那些废物 不断的排除废物 然后吸收薪资 然后把有用的吸收 像我们吃了很多东西 真正里面 大部分80%的东西都变成粪便排掉 因为它 它是废物 它没有营养 而那些有营养的东西都被我们吸收了 如果我们锻炼就变成肌肉 如果没有锻炼就累积在皮下 诸如此类的 那当然了也有 如果说你得到粮食益有的话 就是从它那边你可以直接 经过它过滤的好的那些知识 有用的知识 就是像营养一样 就像葡萄糖 盐水一样 直接从这边吊打 直接从血管输入 如果说你把食物 你把饭 把那些东西 把它搅碎的时候 从血管打进去 那个人马上死掉 因为血管不能消化 消化系统是在这个腹腔里面 不在血管 血管是循环系统 血管系统里面 你要直接打进去 你都是存化的东西 都是有 都是经过存化 经过消毒 经过一切的这个 在过滤之后的东西 而且它都是 人体可以直接吸收的 葡萄糖 盐水 这都是直接可以 人体可以直接吸收的东西 当然除了药品 药品 那是因为要治病 刚刚讲的葡萄糖 是普通人也可以 也可以打 那就是 还有生理食盐水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注射 如果点滴注射的时候的主体 那刚刚讲说那个废物 我们在讲说我们的工作上也会碰很多废物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有一些人我是非常的替他们难过 就是比如说像医院的护士 一般的医院的护士 如果说是外伤 外科的话 他那个伤口会愈合 然后会 最后会rehealth 就是 恢复健康 那如果说内科也会好转 病理的激转 他也会变成最后痊愈 可是有一种 最让人觉得外形都是好的精神病患 而这些精神病患的人 言行都是很怪异的 如果一个护士每天都要面对这些人 他讲都不是你的能够听得懂的东西 那日子久了之后 就像那个累积那个剂量 人都要崩溃掉 实际上那些护士面对的就是废物 而很多人已经到了那个废物的状态的时候 他还不自知 他认为说他大学毕业 他认为说他有那么高明的经验 他认为他以前曾经翻山倒海过怎么怎么过 但他不知道他现在是站在哪个位置 这是一个非常之可悲的事情 那我因为我今年62岁 周遭很多这样的人 他并不了解他现在的状况 而他还觉得自我感觉良好 这个是让我觉得 给我的一个一个黄灯在这边闪烁 甚至于是红灯在这边闪烁 警告我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不要重蹈覆辙 到前人之所的覆辙 这些人就是一个典型就是什么 他不再吸收心知识 我还听到一个人讲的非常谬论 我到他家去一看他家只有三本书都是咒语 什么大悲咒 什么这个咒那个咒的 放了一本佛经从来没看过 连最简单的阿弥陀经都没看过 那个地藏仑菩萨本宴经也没看过 内容都不知道 然后夸谈佛教 夸谈道教 夸谈宗教 夸谈什么灵魂 讲的那些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道听徒说来的 没有一点点真实修为 也没有一点点真正的下去钻研过 这种人 即便他是博士硕士 甚至于博士后 so hot 在我眼中他都是废物 因为他未修真变延物 终成梦境 那这一类的人物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我常常看人家夸夸其 夸夸其谈自己自命为学者专家 在我看来狗屁 一点也不懂 然后在那边夸夸而谈 这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 也就是黄中悔气 娃府雷鸣 在这个世代 那如何去破携险证呢 我个人认为自媒体 自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 比如说你看到我这个影片 你觉得说 胡忠臣讲的若和福洁 跟你有所相应 你就订阅我的 你常常看我的节目 常常听我讲的这些东西 之后 你的心 你的心态跟我 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契合的时候 打开门了 欢迎你入门 我们再来谈深入的东西 因为深入的东西 是有创意的东西 不是一般人能吸收的 我们常常开玩笑讲 那个叫做 叫做虚不受补啊 你要打通他认多二脉的时候 你把你的发放外气 你要打通他认多二脉的时候 他不但认多二脉没打通 他突然一下七孔流血了 当场暴毙 这不是 这不是两败即伤吗 爱之是以害之也 而他自己还不知道自己体质 所以说我们先用这个 化眉深浅入十五 我们先用这个来试 先试试水温 你觉得老吴讲的还可以 你再进来 我们再来谈一些 我对经典的看法 我对一些东西 那时候我们直接就 直接就 直接就讲下去了 我们不会再 再有所顾及 就是 博引很多人的看法之后 我会直接下结论 那我直接下结论是我的结论 你也可以直接下结论 你的结论 这才叫学术 而我们现在很多东西 我们不能这样讲 是因为不是一家人 不说一家话 是因为你还没有把你的东西掏出来 给我看 我还没知道你的深浅 而我掏出来我的东西 你看得懂 我们再往后再讲 如果说我掏出来的东西 你不懂 根本不要来找我 我根本不想接见你 因为 你简单讲 这样的人 是帝物 跟我来讲全是废物 以上 吴忠诚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 我只尊贤 不敬老 因为老的人 不一定是贤的人 老贼 老朽 你到底 老而无用 是为贼 那 人都会到无用的程度 但是我们要自知自己现在哪个位置 之所改进 只有一种人不能改进 就是 就是中风以后的人 他想要行正道 都已经行不了了 那是因为有病痛 病残 病残 的牵判 如果在还没有 进入那个悲惨境地之前 大家应该要好好的努力 能够走的时候 就要走 keep working 能够运动 就要keep running 就要保持你运动状态 增加速度 另外一个永远不要忘记 keep learning 那些所谓要轻装 轻装上路的人 就是死了 手上什么也没带 为什么 他脑筋是一块白板的人 这个 这样子的人 就是我们所谓的悲剧人生 以上我都能跟我们分享 废物 谢谢 谢谢